那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我現在人在新加坡 為什麼會突然過來 就是他現在的狀況沒有這麼好 然後當然QB爸就跟我說 他好像是快不行了 我希望能夠為他負責在大家 到他人生的盡頭 那他也這輩子算是一個幸運的小狗 因為我們也都很照顧他 然後他都是一直跟著 跟著我們的 這次我想要選擇QB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 那今天呢 我現在人在新加坡 我來新加坡差不多三天的時間 然後等一下要準備回台灣了 那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如果還記得我在香港的狗狗QB 在美國的時候就養了 然後呢 我大學畢業之後就把他帶去香港 那現在呢 就來到新加坡 在這邊QB 為什麼會突然過來就是他現在的狀況沒有這麼好 然後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難啟齒 但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啊 就他陪伴了我 我人生一半的時間 因為他今年已經16歲了 然後他在坐飛機的時候 不知道是水土不服還是他真的是年紀很大 他現在就是有Kidney的problem 然後還有心臟的problem 但是他Kidney的problem比較嚴重 所以他現在每天都要坐IV 就是在家裡自己幫他打電梯 然後當然QB爸就跟我說 他好像是快不行了 所以 我就趕過來這樣子 然後本來這一次來是有下定決心 就不要讓他那麼辛苦 然後我們還找了 從日溝通師 但溝通師就是有跟我們說 他很堅決的想要活下來 一直到他自然死去 所以我們也是尊重他的意識 雖然說 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疑慮說 那從日溝通師可信嗎 或者怎麼樣之類的 我覺得至少是一個 了解他的方式 因為我來的時候其實 爸爸就說他的狀況變得好很多 然後他都可以走路啊 或是有吃東西啊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吃東西 就胃口可能不好 但他可能是肚子餓的 或是他還是非常挑食 他現在已經非常瘦了 我現在一摸他 就很像在摸化石骨頭這樣的感覺 從香港要離開的時候 我有問說 那QB我帶回台灣好嗎 那對方就是說不要嘛 就是說他希望能夠帶著QB 那我也知道他可能比較outdoor QB跟著他 他們兩個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我就問從公眾室說 要不要跟我回去台灣 然後他就說他討厭飛機 然後他說他想跟他爸爸在一起這樣子 那我就說好 沒關係他就是希望我能夠多一點來看他 對那大家這邊可能會很好奇說 欸他爸爸跟我是什麼關係呢 但是很久以前我們可能有一起 已經經過了非常久了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算是一個蠻良好的友誼關係這樣子 重點不在那邊 就是 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因為我知道我養他 那我就是會把他當作是我的小孩一樣 那我希望能夠為他負責 再帶他到他人生的盡頭 那他也這輩子算是一個幸運的小狗 因為也我們也都很照顧他 然後他都是一直跟著 跟著我們的 可能未來這個頻道 之前還有錄過的影片會陸續上 但是在QB在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他 畢竟對我來說 我可能在螢幕前面都是算很堅強的 就給你們的形象可能就會比較堅強 然後比較搞笑嗎 還是滑稽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覺得我來做影片 就是要讓你們覺得好笑 或是開心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希望跟你們說一聲 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整理好自己 因為 可能有一點難吧 就是對我來說可能有一點難 然後整理好自己之後 可能再會繼續拍影片 什麼時候會好起來我也不知道 畢竟我這次來的觀察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在等我 或者他可能怎麼樣 他現在你看看他就是 身體就是都軟軟的 然後他非常非常非常的瘦 這些你看到的都是骨頭的 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有時間的時候就陪QB 那可能會一直來回飛台灣新加坡 如果QB離開的話 我覺得我也是需要一些時間 就是沉澱一下 然後那個從無溝通事業 感覺那天的溝通不是真的是 好像想問他說什麼 他好像反過來教訓我這樣子 他就說媽媽都一直追著自己跑這樣子 因為我自從做遊戲直播 然後到Youtube 然後到現在 其實我真的沒有好好休息過 老實說因為做這一行 你只要一出去 你就會覺得說想要拍片 你只要就算放假去哪裡 也是會想要拍片 就好像很難全部拋掉這樣子 我前兩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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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忙 不管是在遊戲的工作上啊 或是影片上面 總覺得自己好像 只要一停下來 大家就會忘記我 好像一停下來就會有人超過我 只要一停下來好像世界就會改變這樣子 但是現在呢我想 我想停下來一下子 就是 我直播可能還是會繼續開 雖然我開得很少 但我開的話可能就是 打打遊戲 然後 影片的話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就是還能夠 嗯 還能夠 拍 所以應該會暫緩一陣子吧 那這次我想要 選擇QB 當然也是希望能對你們負責 所以我也想跟你們說 就是說一下 我希望你們能理解 然後我也想跟你們說對不起 就是 碰到 這樣的事情 我可能是要停下來 那 我一定會趕快就是 整理好我自己 然後 恢復好 到好的狀態 那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謝謝 今天就這樣想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 這個頻道沒有更新 或是遊戲頻道 沒有更新的話 就是 請你們 見諒 謝謝你們一直陪我跟支持我 然後 即使 很多 酸民 但是我也覺得 我應該沒有什麼酸民啦 嘴巴長在大家嘴巴上 你很難叫別人 不要怎麼樣 對啊 搞不搞酸一酸 也會變成我的粉絲這樣 然後 我就是不太會說 太感性的一些話 所以我不想要哭 所以我就不想要說 那希望你們可以理解 QBES QBES 媽媽不要回去台灣啦 好嗎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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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